你来干什么呀 你不说你在公司呢吗 我刚才给老板买点东西 你别骗我了行吗 我都去你公司看过了 喂刘畅你干嘛呢 我在公司也发案呢 你好 问一下刘畅在吗 刘畅让你早一走 赵紫瑜你跟踪我 二伯先冷静一下 我们换个地方聊聊 能说你们最近发生什么了吗 你不跟我说你回娘家了吗 我没骗你啊 我确实会我妈那了 我都给你妈打过电话了 你妈说你根本没回家 你到底干嘛去了 我应酬去了 什么应酬需要 胳膊露大腿的 赵紫瑜你别吸热口喷人 大家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分 谁啊 给我看看 畅畅 张总对你非常满意啊 你之前向我借的20万 已经打到你卡里了 刚才你男朋友来单位了 稍微注意点啊 什么张总啊 什么20万 刘畅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啊 不是 那个是我管我老板借的首付 我不想住在速度屋里了 那张总呢 那个是我客户 做好单子人才把钱借给我的 真的 信不信随你 好心当成日关费 怎么把钱退给你们老板 咱们自己挣钱自己挣房子行不行 行 我听你的 畅畅 你找来什么事啊 不是你们是录节目吗 怎么还我说完卖的 你是不是把钱给我 什么钱呢 我没找你啊 那说好了 你怎么还不认账了呢 你看你去朋友圈 秀那些五星 五星酒店名牌包包什么 你也不差这20万是不是 赶紧走吧 我这边有急事呢 我求你了 我签了一屁股债 我没有这20万 我要死了 我也跪了好不好 哎呀 行了 求你了 你赶紧走吧 我一会就给你 一会就给你 什么意思啊 你都看到了 你还为什么呀 你有几个钱呢 你帮他 他之前帮我挺多的 何况我不想让他瞧不起我 你就是还有感情呗 就行不然了呗 是不是啊 你有空都窝窝自己不行吗 你何必这样呢 你要有钱我就是这样吗 你 你 我总还不行吗